第二十一体 在真空密封罐中放置一气球如幼土 然后不断的对内抽出空气 观察气球的体积 发现气体的体积不断的变大 甚至最后气球还爆破 老师询问这实验过程中 罐内与气球内部发生了什么事 甲A丙三生做了以下的回答 请问以上的叙述何者正确 甲生说罐内的空气逐渐稀少 罐内的气体压力也逐渐的变小 这个叙述是对的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不断的抽出空气 所以罐内的空气会越来越少 因此压力也会越来越小 甲生叙述是对的 乙生说气体的体积会不断的变大 是想造成气球内部的压力 跟着体积一起变大 这个是错的 这个气球算是一个密闭的容器 密闭的容器如果体积变大 压力是会变小 所以气球内部的压力是变小的 而不是跟着体积一起变大 乙生的叙述是错的 秉生说气球为了与罐内逐渐降低的气压产生平衡 而增大气球的体积来降求气球内部的压力 最后气球橡皮弹力撑不住往外扩大的力量而爆破 这个叙述是对的 刚才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知道 我们的真风密公罐的空气被抽出来 里面的压力就会减少 然后气球为了使跟他外面的压力保持平衡 压力也要减少 所以体积会变大 因此就会越撑越大 最后受不了而爆破 所以秉生的迅速是对的 21题问我们说 以上的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甲饼